目前这个承认二哥仍然否认犯案 而检察官呢 在这个北上到他的三重住处里面搜索 带回了三大箱的证物 其中当时在影片里 他诡异变状的后外套 疑似在他家里找到 如果进一步比对确实是同一件的话 将成为重要的关键证物 监视器画面拍到 大热天男子头戴爆炸头穿着后外套 怪异的装扮让路人觉得诡异 印象深刻 剪警20号借题承家二哥 拿出所有的监视器让他看 但他始终否认 变装男就是他 不承认变装器师 甚至说他没到过家里 不过警方其实已经北上搜索 成二哥三重的住处 带回三大箱证物 根据了解他变装器师的后外套 已经找到了 杀自己的妹妹 有杀你妹妹吗 是为了保险机吗 不要紧 为什么要用盐 听到盐字人头 陈家二哥吓到腿软 不过针对案情 他始终不肯多说 但检警查出 陈家二哥的通联 其实在13号就出现在中南部 再加上诡异变装男的外套 也疑似在陈二哥家中出现 政务比对如果确认的话 陈家二哥恐怕也不得不认罪了 中间新闻侯国文嘉义报道 第一次 你 什么 李 破 El 没